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 新开运转 向游新生新开运转 我是爱好专业的浩晨老师 那我是莉莉亚老师 浩晨老师 我们今天来到我们的极乐洞 对不对 有什么特别节目吗 今天呢 我们做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街头面向 哇 太期待了 那今天的话 我们会在极乐洞这边 挑选一些就是幸运儿来这边有请浩晨老师 然后我们会帮他看面向 对 我们要看一下在我们的这些街头的路人当中 有没有随时有妇人的面向的 对 那同样的也在这期节目当中 我们会帮大家总结妇人的一些面向特征 敬请期待哦 那我们这位我们叫大哥 帅哥 大哥 我们来 我们今天有做一个街头面向的一个活动 对 就是我们寻找一下我们 谁有一些妇人潜质的 你想不想知道你的面向有没有一个妇人的潜质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 要麻烦你稍微的除一下你的口罩 什么称呼 阿药 阿药 这个名字非常好 其实以阿药来讲的话 他这个吃饱穿暖是不愁的 但是应该说不能说妇人 我应该说你是一个善人 对 因为为什么 因为以他的面向来整个讲 其实他算是有福气的 算是有福气 因为整个脸上该有肉的地方都是有肉的 所以属于是有福气 而且比较善良的一个面向 但是离我们说的富人呢 还是需要做一些突破的 为什么这样讲 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其实你的感情是比较细腻的 你有很多东西是埋上在心里的 那另外一点你是个蛮温暖感觉的一个男生 就是哪个女孩子遇到 就不用担心所有的正常的 就是日常的问题的 就是他有可以很心思心意这样 对 但平时的话他不轻易表露出来 什么时候表露出来呢 比如说英雄救美的时候 就是你要杀法果断冲出去 对了 所以他是属于那种 如果为了自己 可能拿不出很大的能量 但是为了别人 他可能会拿出很大力量的人 那为什么说离财富有段距离的过程中 因为财富是必须靠自己主动去拼的 主动去抓的 所以当你为了自己 没法拿出那么大的力量的过程中 财富就会离你有距离 其实你的整个面向来看 其实你今年年尾跟明年年头 会有一些突破的机会 对 但是因为你的面向整个的个性 看起来的话 你会把自己的想法化 习惯性的放在自己内心 对 但顾虑过程的过程中 因为那个拼劲没有出来的时候 那个钱就会离你比较远 OK 对 那如果说你今天想成为富人 想要更多的财富的话 那这个年尾跟年头的这个时机 要抓住 试着放下你的顾虑 对 为了自己的财富是要放下 顾虑是要冲出去的 但是为了保护别人 你确实要考虑得周到一行 OK 也能带给你身边的人幸福 因为你确实是一个温柔的男生 所以说现在有女朋友吗 没有 没有 现场帮他征集一个 就是其实简单来讲的话 就是你要为自己找到一个目标 然后为了举个例子 可能是你另外一半 可能是你的家庭 那为了这个家庭 或者说为了自己另外一半 那拼命的努力 对不对 加油 所以如果能温柔又可以能够温柔又有钱 这个感觉应该不错 又更加不得了了 这是标准的大哥了 对对对对 好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好 谢谢 好感谢 谢谢 感谢 好那我们接下来下一个 对我们接下来寻找下一个面向的目标 好 Let's go 要不就这位帅哥吧 这个背影会看起来 嗯 好像在思考什么对不对 可以 帅哥好 哈啰帅哥好 是这样子 就是我们今天的话就是 在做一个街头面向的活动 我们新开运转节目 对的 去寻找一下 谁的面向是有成为富人的特质的 对的 对 但我应该有机会吧 哈哈哈哈 我看他我觉得他是有机会啊 可以麻烦把口罩稍微除一下 再戴上去 对对对的 哦 可以了 你觉得怎么样 其实我觉得对他来讲 呃 第一个他这个 他做事情其实是比较有魄力的 嗯 他是能够冲得出去的 对 并且他做事是属于 比较能够坚定 然后并且是比较重情义的 这种其实是属于 呃 真正想要成为富人的话 的确是做事也是会比较有 规章 然后比较有条理 然后很需要坚定的决心和魄力 我觉得这块他是有的 嗯 对的 你知道我看他第一眼会被他什么抓住我的我的眼眼球吗 耳朵吗 哈哈哈哈 耳朵 可以再看一下我们镜头 让大家看一下 耳朵长得非常的好 你知道为什么吗 哎这个以前叫招风耳啊 哇 真正的招风耳 但是以现在来讲我们叫会有名声 会有名声 就是名声在外 就是会被别人众人所知道的 对对对 以前的耳朵在以前叫会听到很多秘密 你知道吗 但是现在也来讲的话 就是说你这个耳朵非常容易会让你有名声 所以对你来讲 如果你有财富的话 你只要有舞台就会有财富 你有在做一些直播啊 或者说节目的吗 没有 我就只是有时候有做一点视频 运动视频啊 在抖音 嗯 哇 哎那你现在有在累积粉丝量了吗 一对 呃没有 我这纯粹做做来乐趣而已 哎说不定其实你可以往这方向走一下哦 对的对的 我问你个问题哈 我问你个问题 你会不会喜欢听别人的八卦 非常容易八卦进入你的耳朵 不想听也听到了 对啦 所以所以你要知道 这个面向当中就你的特质了 所以除了听包括之外 如果说今天你想要财富的话 其实你能够善用你的这个耳朵 这个面向的过程中 它会帮你财富冷移更多 只是给你一点点的小建议哈 是因为哈 因为你整个的面看有一点就是说 对自己的自信会不够 哎你可能是那种会为旁边的朋友 或者呃你喜欢的人默默做很多事情的 但是有时候为了自己的话 你可能可能会有所有所顾虑的 有所顾虑的 但是也是可能听到听到的消息太多了 你知道不知道怎么整合 很容易听到不是不是一般的就在一个距离而已都可以听到那个那个人家说的东西 就是我不想成为八卦的中心但是为什么你们就把我拉入漩涡拉八卦的漩涡 对对对对因为涨了天线的 buff 所以如果你能够善用这个的话 你的财富就会越来越多了 因为每个财富的来源它不太一样 所以有时候我们讲我们叫心开运转 其实有时候我们的心要打开 你有这个特质的过程中 你要去把它看清楚之后 变成这个信心 能够变成你为你所用的时候 你的财富就会越来越多了 这样我想问一下 就是我的财富大概会几时会到 什么时候会到对不对 对对对 他很会问问题 对我发现他抓到重点啊 带哥他这么很聪明 是的是的 以你这个面向来看 你明年的下半年 明年的下半年 但你上半年的过程中 可能要经过一个 持续不断时间的一个学习 磨练 对对 因为其实以他的面向来看 他的他是会学东西很容易上手 但是但是上手的过程中 你的这个持续力需要加强 很可能是持续力不够强的过程中 没办法把它变成一个结果 对因为很有可能是一边学一边听到别的东西了 因为太会听了你知道吗 被八卦影响 我自己觉得就把我拉到八卦的漩涡了 就不会专注了 所以如果你是现在学习的过程中 就是把它学到一定程度 那听到别人说什么不用被影响 对 清楚吗 那这样过程中你在明年上半年就可能有比较好的一个沉淀 那下半年要用沉淀变成一个财富 哇就很简单啦 这个地方有掌声啦 对好厉害好厉害 对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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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给你多可以可以不给你吗 对 是可以脱单啊 认识到新的对象 哦 这个是不是偏离我们今天的主题啦 是偏离了 我们要告诉他吗 可以可以可以 我觉得还是可以 帮我一次吗 哈哈 好看你看你那么配合对不对 其实我是觉得如果你要脱单的话 你不需要再脱一下口罩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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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让我要 汇集我的对吧 我的那个 我看一下我看一下哈 这个难哪 哈哈 你确定吗 为什么会难 因为长得太帅 好我跟你讲啊 你要你要你 因为你明年的重点是在你的 学学习跟你的财富上 你如果真的要脱单呢 我建议你等后年的机会了 后年 对后年的机会了 因为人是这样啦 人是有时候要要要要 要趁着有孕的时候 做对的事情呢 会比较有效率了 那你比较逃好的机会 应该是在后年的 所以说明年集中所有的注意力 努力抓钱抢钱 对了 后年女朋友自然就会来了 对了 而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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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你会比较少接收到一些 别人的八卦或者别人的消息 清楚了 啊如果你觉得历史在我说的这个重点 那明年你的收入会很多 努力加油 祝你明年裁员滚滚 后年就是双速双飞 对 而且你想想嘛 你有钱了 对不对 你觉得有能力的 那桃花会远吗 对对对对 好努力加油 好谢谢 也祝你明年好 摄增莉莉 那我们接下来 我们再来找一下最后一个幸运儿好不好 对 Let's go 走 要不就这位美女孩 好可以 哈喽你好 哇 我带着口罩都被美女认出来 形象比较还帅 好谢谢 那既然这么有缘分 那我们刚好今天就我们这位美女好不好 可以可以 可以 那我们今天的话是看有关于富婆 还有就是富豪的一些面相特征 那我们今天采访的这位小美女 对对 好我们看一看她有没有年轻富婆的特质好不好 对我觉得是OK的 你OK的话可以麻烦口罩 除一下 这边目前没有人 所以说我们就是口罩在一下下 对的 好可以了 有没有机会遇到一个富豪 有没有机会遇到一个富豪啊 这次没关系我们 如果说下次有机会的话 可能可以再次邀请你 我思考一下你有没有机会碰到富豪 你要选择自己成为富婆 还是要找到一个富豪 都要 都要吧 有野心我喜欢 所以她很有可能成为年轻的富婆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太有野心了 很好很好很好 因为野心是一个要成为富婆的首要的特质 主要的特质 为什么我说你成为年轻富婆的特质 比年轻富豪要厉害 你知道吗 那可能性更大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你的粉丝人缘度不错 清楚吗 其实你可以看她的卧蝉 她的卧蝉比较明显 对 当然 对 这个就是你的桃花 她的卧蝉真的还蛮好的 蛮不错 她的卧蝉很饱满 我们多多女生 爱笑的女生叫什么 运气不会太差 真的真的 对对对 我遇到渣男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渣男也算一种人缘 我给你们讲一个 为什么美女容易遇上渣男的原因 好不好 你说吧 因为你的注意力没有放在赚钱上 你就会比较容易碰到渣男 你清楚吗 对 所以对你来讲 你有可能想我要先成为富婆 你就有可能才找到富豪 但如果你想要我先找富豪 那你可能遇到都是渣男 对的 清楚吗 对 这是扎心 但是是事实 扎心 讲得非常不错 所以如果说以你面向来讲 因为你是比较有人缘跟粉丝 粉丝缘的 对那如果你的注意力放在说 能够去经营好这一点的话 比如说我可能成为一个能够帮别人 带来很多的好的专业 或好的一些解决方法 或者能够经常结业善缘的时候 无形中你的财富就会来咯 对的 而且你的面向看 其实你一个蛮聪明的女孩子 并且她是属于那种真的很讨喜 跟她 就是其实 其实刚见面 第一次见面 就是觉得 她好像是有一种亲近感在的 对的 对的 而且你知道她最厉害的一点是什么吗 爱笑 记性特别好 眼光特别好 对 对说到我们新开应展的浩晨老师 哎呀 因为我今天找那么多路人 就第一个人又突然摁起来我对不对 对 特别厉害 特别厉害 所以代表你的你的眼眼镜劲是独一无二的 对 看钱跟看机会的时候也是独一无二的 是的 那今天的话其实 因为是我有关于我们面向嘛 那我问一下 你像女孩子的话可能会有一些 比方说一些微整的一些想法什么 我问一下 那虽然说你已经长这么美了 但是我还是要多问一下 你有没有比方说像女孩子想要微整之类的 我想 割眼角 割眼角 你眼睛还不够大 所以有句话叫女孩子永远不嫌自己的眼睛大 你清楚吗 就是这样来的 就是女孩子永远不 就是不觉得自己瘦是一样的道理 好 那如果说是这样子的话 我们可以看一下她的面相啊 如果说 可以看一下 对如果 没关系不用去口罩 我们看眼睛 那如果说她的眼睛在放大 那会不会对她面相真的有影响 或者有哪些影响 那我们来 浩琛老师看一下 其实你的眼睛已经长得非常的抓人了 抓人了 但你其实真正该调的是你的眉毛 是你的眉毛 大家可以看一下 你有两个地方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样会比较清楚 其实你的眉毛当中 你前面是不错的 但是后面的眉毛会比较的散乱 是 比较的散乱 所以如果你的眉毛能够去去闻 或者说去整理的比较的干净清爽 那无形中你的你的财富也会比较集中 当然你的力道也会比较集中 哎 我们我们有句话叫眉毛是龙眼睛是虎 哇 所以眉毛是很重要的很 对 而且对女生是非常重要的 是的 还有另外一点就是你的你的 你有画眼线对不对 其实你的你的眼线对你也是很重要的 你有没有发现他有点 有点桃花眼的特质 他真的有 他眼睛是真的在放光 你知道吗 我们终于找到全球都桃花眼的一点点 对不对 对对对 都是更加更加厉害 对了 你还是不要弄了 要弄了以后完了 你这间头以后 过去以后全部迷倒一片重人 对 就是相对来讲 割眼角跟眉毛来讲 你的眉毛可能 现在先去做处理会比你割眼角要好很多 对 如果你的眉毛这样弄完 你的眼线如果就更明显一点的话 哇 那你最好是不要不要轻 不要轻易出门 就直接就会被 哈喽小姐姐 是否可以加营一下你微信 或者说Facebook 对了 你都不用不用说了 他们可能就把房子跟车给你抱上来了 对了 对了 好感谢感谢 谢谢 所以说今天的话 我们新开运转的街头面向活动已经结束了 那有关于 辛苦了 我觉得很厉害 那我们今天的话 有 接下来我们会有一个浩晨老师的就是面向小tips 又到我们的面向小百科了是不是 是 那其实有关于我们会有一些粉丝问 他说 那如果说比方 比方眉毛 眉毛 眉毛 傘跟眉毛 有形和没有形 这个差别到底在哪里呢 其实这个差别 我们觉得会没有什么影响 但其实影响很大 因为其实以面向来讲 其实我跟跟我们的粉丝分享一下 跟我的观众分享一下 其实面向中有两个部分 是非常跟你的财富和你的幸福有关系的 财富和幸福 所以说记好记好 这些是重点 小准分拿出来是不是 這兩個重點中第一個來就是眉毛 眉毛 對 第二個就是眼睛 就像我們剛才後面那個女生 她其實有點桃花眼的特質 對 因為她的眼睛非常有神 對 是真的有在放光的 對 你的眼睛的大小 還有你眼睛的那個神 她都決定了說這個人是不是堅定 對 這個人是不是善於表達 是 還有是這個人她來講 她的人緣跟桃花的旺盛程度如何 都是從眼睛裡看出來的 果然眼睛是通往心靈的窗戶 其實眼睛通往很多東西 對 原來眼睛也是可以看出這麼多內容 對不對 對 對 那眉毛呢 眉毛就給我講究了 眉毛就給我講究 其實你要看今天我們採訪了這麼多的路人來講 他們有很多人都剛好走到眉毛的運 那面相當中 相學裡面有一種說法叫 眉毛是龍 眼睛是虎 對 他們兩個它不能形成一個龍虎鬥 如果形成一個龍虎鬥 就可能出現比如說晚結婚 比如像我們經常聽到那個什麼 七十直晚晚結婚的眉牙眼的 這個原因就在這裡 所以男生女生的眉毛一定要整齊 整齊 要清爽 其實今天我們街頭採訪的這幾個人看下來 其實好像大部分人好像都是對於自己的眉毛 是不夠注意的 就是不會想著說我把它修一個形出來 或者說我像女孩子可能還會畫一下 但是他對於修可能沒有這種概念 對 所以啊 所以有時候講要風水風水 來自於你的內心當中 因為就像Vilia你講的 就很多人它是沒有這個意思的 對 內心沒有這個意思 但內心當中有這個意思的過程中 你會注意你的眉毛 注意你的眼睛 那打理好你眉毛眼睛 像眉毛如果很閃亂 如果能夠聞眉 或者能夠去經常去修 把它修整齊 畫眉 對 眼睛來講的話 其實最主要是要注意你的什麼 注意你的肝臟 哦 也跟身體是有掛鉤對不對 下一期我們可以來弄一個這個主題 對 這個很好 對 那我們今天的面向小百科就先到這裡 好 那希望各位 訂閱 訂閱我們的節目 也感謝大家的支持 好 謝謝 謝謝大家